娱乐圈最不缺的,应该就是各种瓜了 在最近的这一个星期,桂圈又有不少新瓜 包括女星偷税、毒蛇辟谣、女演员被霸凌等等 真是令人出乎意料 宋佐儿,8月31日,95后小花宋佐儿被实名举报偷税漏税一事 引发全网讨论热潮 消息一出,迅速登上热搜第一,热度居高不下 有爆料表示,她之所以迟迟不发声的原因 是有几方资本在合力力保她 以免其身上的项目受到波及 她的后援会表示,这些全都是造谣 团队正在商讨对策 她本人和团队直到发稿时都没有出面回应 反倒是她的前经纪公司喜天影视先出了一纸声明 称与宋佐儿的合约已经在2022年11月28日终止 合约期内双方合作愉快 经我司调查了解 截至目前未发现有内部员工实名举报该一人涉偷漏税情况 不过,这纸声明的措辞怎么看都有些茶茶的 第二段称,自从2020年10月起 宋佐儿及她的家人已经将她的财务资料全部拿走并自行管理 此后,公司未参与相关财务核算盒纳税申报 言外之意就是,双方合约到期的前两年 经纪公司已经不管她的财务情况 她偷没偷税公司,也不知道 更直白一点就是,反正举报的不是我们 她偷税漏税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 但,不管真假,都不关我们的事 宋佐儿如今是被架到火盆上了 且看她本人怎么回应吧 李云迪,8月29日,有网友晒出一组照片 曝光钢琴家李云迪的近况 这也是李云迪被抓尽两年手,次露出正脸 因此引发持续热议 曝光的画面中,李云迪穿着一身黑衣 打扮得非常低调 从镜头里能够看出,她正坐在国外 街头,一边靠在椅子上喝咖啡 一边翘着二郎腿,状态看起来特别悠闲 令人感叹的是,消失很久的她 有了一头卷曲的长发 整个人便瘦了很多,不仅瘦出了 尖尖的V形下巴,胳膊看起来也特别细 众所周知,今年40岁的李云迪 曾是非常有名的钢琴演奏家 并且因为长相帅气 还被很多,粉丝誉为钢琴王子 令人惊讶的是 2021年10月,李云迪被北京朝阳公安分局通报 据悉,当地警方接到举报 称,李云迪在朝阳某小区嫖娼 被抓后,其供认不讳 最终依法被行政拘留 此事曝光后,李云迪的口碑一落千丈 参与录制的节目纷纷将其打码 不论演艺事业还是钢 琴事业一度停摆 近几年,为了避风头 李云迪似乎常年在国外生活 一直没有露面 直到去年11月,才有 消息称李云迪很快要付出 说起来,同样因嫖娼被抓消失很久的李亦峰 近日也出现在大家眼前 整个人变得消瘦 又憔悴,令人唏嘘 胡歌,8月29日凌晨一点多 知名演员胡歌,突然更新社交账号 晒出自拍照 首次清晰地展示自己 脸上留下的车祸伤疤 其精神状态引发网友担忧 胡歌的这篇动态发出后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中留言 有人感叹,他怎么变得像鲁宾逊一样 有,人又猜测他是不是喝醉了 不过,更多人非常担忧胡歌的精神状态 想知道他是否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 为什么这么悲,关 甚至还有不少人人怀疑他是不是得了抑郁症 纷纷发长文安慰,鼓励他 希望他暂时放,下工作,好好休息 去看一下医生 据悉,2006年8月29日 胡歌乘车从横电片厂赶往上海 没想到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严重车祸 导致他全身杜出受伤 六个多小时的抢救中 他的右眼和脖子缝合了一百多针 并且右眼环,接受了直皮手术 所以疤痕才会如此明显 但好在胡歌保住了性命 休养近一年成功付出,回到了影视圈 然而当初与他同行的女助理张 碾雀因抢救失败,遗憾去世 说起来,前不久 胡歌也在深夜发文 透露出未来五年暂停拍戏的意愿 也令网友们惊讶不已 金星,8月29日下午 金星,在瞎编我的新闻 见一个打一个的词条登上热搜 引发网友热议 原来他被人造谣,被封杀了 8月28日,有一位女网友 在法国遇到了金星 他高兴地和金星进行了合影 还开心地将合影发在了社交平台上 从合影中可以看出 金星与以前相比,销售了很多 让金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就因为这张合影 他被人造谣被封杀了 根据这张合影 一些自媒体撰写文章称 金星第七次被封杀 还说他在法国被偶遇 脸色沧桑 身材暴受认不出 随着这些文章被传播 金星被封杀的传闻一时之间甚嚣沉上 而作为当事人 金星也看到了 写自己被封杀的文章 为此 金星还特意配上了两张图片 一张是造谣他被封杀的自媒体账号的截图 一张是他的近照 从近照中可以看出 金星装容精致 金气神非常不错 完全没有造谣自媒体所说的沧桑感 刘爽 8月28日下午 凭借红极一时的歌曲 《墨河舞听成名》的歌手刘爽 登上热搜榜第一 引发 网友热议 不过 这一次 刘爽登上热搜不是因为什么好事 他被爆吃软饭 扑儿 约屁 拍女性私密 视频 爆料刘爽的人是一位网名叫徐林的女网友 根据徐林的讲述 他在2017年与刘爽相识 从2017年至今 他们也有不接触的时候 但事实 尖斗不长 徐林还说 他们认识初期就发生了关系 为了能和刘爽在一起 原本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他 2018年还去了刘爽所在的上海生活 直到2019年 他们才一起回了北京 最后为了避免徐林对他事业产生影响 刘爽急于和徐林撇清关系 徐林在今年情人节 在宁波看完刘爽的演出后 两人就再未见过面 从情人节至今 他们只在聊天软件上 断断续续聊过几次 其中有一次 还是刘爽告诉徐林 他明年要结婚了 希望徐林不要再和他联系 他这时才清醒过来 才知道自己和刘爽 根本不可能真正在一起 而刘爽也没爱过他 他说他之所以愿意 这些年和刘爽在一起 是因为爱他 也因此不计较给刘爽花钱 也因此才同意 被刘爽拍私密视频 不得不说 徐林的这个刮爆的十分劲爆 能冲上热搜第一 也就不足为怪了 随着事情的发酵 与之相关的更多信息 也被网友扒了出来 比如刘爽被扒出 逼着徐林吃避孕药 比如刘爽曾向徐林 提出想双F 甚至连刘爽的多张床照 都被爆出来了 着实辣眼睛 孙非非 退圈多年的女星孙非非 深夜在社交平台上 自爆自己被霸凌的往事 她发了签字长文 来揭开字 几层经的伤疤 据她说 2010年在拍《血色恋情》时 她遭遇了暴力事件 而导演张翰杰策划这个暴力事件 张翰杰的侄子杨兆华和姚远 则是施暴者 两人对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 孙非非的助理 想打电话寻求帮助 却被三个大汉并排坐到身上 看了整篇文章的网友 开始心疼她 两个女生面对这样的暴力事件 多无助 还没人站出来帮 助 网友开始纷纷谴责 当时事件的亲历者 有网友巴出 使她不在现场 两个人会激化到这种程度 我觉得不太可能 除了王阳 同剧组的秦卫东 当年也回应过孙非非被打事件 她表示质疑 表示孙非非炒作 还说和孙非非合作一部戏就够了 除了同剧组剧组演员 孙非非在文中直接点名的导演张翰杰的底戏 也被网友扒了出来 仔细一看 张翰杰的来头还真不小 是从两位大导演藤文继和张艺谋 还作为副导演和张艺 谋合拍电影局斗 大红灯笼高高挂 她也是助理导演和副导演 杨幂 近日杨幂与唐国强 张凯丽等一众明星 集体出席了广电座谈会 如今36岁的杨幂在合照中十分出彩 她扎着马尾 身穿简单的白衬衫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干练 杨幂作为广电协会演员委员会的常务理事 在会上作为代表进行了发言 主要谈到了娱乐圈 内的乱象 号召演员们要自觉抵制天价片酬 阴阳合同 偷税逃税等问题 但许多网友却提出了质疑 他们针对的是杨幂本人 大家觉得杨幂自己就是天价片酬的受益 这到头来却抵制天价片酬 这种既要又要的行为 未免太过讽刺了 确实 杨幂作为长红了十多年的85花 靠国偶起家 还赶上了天价片酬的好时候 在现新 令发布前就赚得盆满钵满 即使现在有所收敛 资产也依然十分惊人 2015年时 杨幂虽然也有《我是正人》《小时代四》等作品上映 但作为拼命三娘的她由于 怀孕生孩子休息了半年 还是耽搁了她的捞金速度 杨幂的收入仅为2700万 但在2016年她就奋起直追 拿下了1.24亿的收入 在2017年时 杨幂主演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让她体会到了再次爆火的感觉 于是这一 年杨幂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的排名 一跃到了第三名 收入达到了2亿 当时榜单的主题是要 继续推高名人的收入 近年来 杨幂始终稳定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的前十名 2020年排名第六 2021年排名第四 去年排名第六 相信今年也依然没有什么悬念 正是因为自己收入颇丰 杨幂在节目中才有底气说出 如果另一半是因为钱才和她在一起的话 她会非常高兴 因为她自己就很有钱 看来 这一周 娱乐圈产生的瓜也不少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